歡迎來到來電20我是小瓜 我是維真 哎呦怎麼感覺好久不見了 真的好久不見了 而且你有一個新的髮型對不對 是的 現在新年快到了 現在這邊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馬精神 跟大家要個紅包 重點是裡面要有裝錢 你現在這麼直接 是啊今年本人就是在那個財運方面希望再加強一點 你最近不是超忙的 你跟大家說說除了你在中央的節目之外 你還在忙些什麼 大家在哪裡可以找到你的行蹤呢 找到我的行蹤喔 我不是在書店 沒有不是在買便當 就是在去買便當的路上 其實來電video可以看得到維真嘛對不對 是美麗可愛大方 現在換新髮型年輕一點 新髮型的照片也要給他公開啊 不像小光一直維持著非常年輕的狀態 嗯沒有錯 最近用舊照片 有點都是舊照片 大家很喜歡星座 星座的單元都超受歡迎的 現在是來電星座教室 而且現在就是摩羯座耶 是啊 摩羯座真的是一個 先來講摩羯座基本上給人家的感覺 應該說基本星座的人都大概會有這種感覺 包含巨蟹啦 摩羯啦 然後還有這個天秤跟牡羊座 基本功能 那如果女生的話呢 就是會比較有一點冷冷的氣質 摩羯座這集一定會大受歡迎 因為大家都會查 是 因為周杰倫有張專輯就叫摩羯座 我們拜周杰倫周董之次呢 一定會被大家聽見啊 所以你覺得摩羯座是什麼樣的人啊 摩羯座基本上來講 我說基本功其實都會給他這種感覺 就是外表非常的酷 你看如果以男生來講 琪琴也是摩羯座的 周杰倫也是摩羯座的 基本上都是走那種酷歌路線的 喜歡耍酷 喜歡耍酷 那本質也是很酷嗎 本質其實內心它會有很多 不能說溫暖啦 可是它會有它的熱情 但是呢 它都會把它掩蓋起來 因為它覺得熱情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哦 所以喜歡很孤獨很漂白 就是一批狼嘛 然後沒事去牙口走走之類的 感覺很像齁 對 可是說到了很多的星座 其實小光多多少少會有點印象 但是講到摩羯座 真的感覺到好像是很獨特的一個感覺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的特質 因為它喜歡玩solo的感覺 英文都出來了 因為摩羯座基本上它喜歡走一個觀察者 旁觀者的路線 然後基本上在群體裡面 它也喜歡比較低調 它比較希望是別人來發現到它的才華 當然其實它也是一個 勇於接受別人讚美的人 但是它不太喜歡 它覺得什麼事情過了 太表露感情的部分 就是low掉了 所以它喜歡任何事情 包含處理感情啊 工作啊 什麼都是一種低調之美 而且來電星座教室啊 就是星座一直一直的跟著時間一直出啊 大家這麼支持一定就是想要聽到 如何追到摩羯座的男生或女生啊 所以你要一兩句趕快就讓他們手到勤來 這個真的 我基本上也是還提到基本功啊 都是這樣子啊 就是包含摩羯座在內也是 就是你要跟它玩一種類似 欲勤顧重的方法 很愛 但是要裝很冷淡 明明很愛很愛你 但是 卻要離開你 卻是要離開 但是這個 我基本上覺得跟基本功的人 談戀愛有一點辛苦 就是你雖然要若即若離 但是你偶爾要放一點耳 放一點耳 因為它吃不飽 它就會走開 但是它吃太飽 它也會走開 所以你要讓它吃氣氛飽 跟華人的養生哲學非常的像 所以就是說 如果說碰到一個心儀的摩羯座的男生 或是女生 都是要用這樣子的方法 先跟它比較親近一點 但是又不要太直接 是這樣嗎 好 所以給大家幾個步驟 第一個在肢體上的接觸 其實還蠻重要的 肢體要接觸了 不是用說出來的 是那種身體上的靠近 然後其實身體上的靠近 他的心就會靠近 是這樣子 有這種感覺 但是不是叫你去摸他的大腿 或是整個人奉獻出去 不是喔 那太over了 我說over就low掉了感覺 然後最主要就是身體上 比方說 欸你那個頭髮上面 好像沾到什麼東西啊 就是這種 很像是關懷 但是呢 又沒有那麼壓迫感的這種接觸 對摩羯座來講 他就會小路亂撞 然後當他那個 小路亂撞的情緒起來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觀察你這個對象 是不是可以交往 這時候要表現什麼呢 就要表現出你的氣質 你的內涵 然後你是要一個乾淨的這個 不管男生女生都是 他們喜歡乾淨的人的感覺 喔 就是單單純純 思思文文 有特點 但是不是壓迫性的那一種 太表現欲很強 這樣講起來好像 摩羯座的人 好像攻略蠻難的 攻略 其實基本上 因為摩羯座也是獵人性格嘛 他們就是喜歡自己去 Hunting 的感覺 其實你要製造跟他 接觸的機會 但不能表現出 你在追他的感覺 你要放機會給他 那你可不可以請老師 示範幾個例子跟大家說一說 比方說 呃就是如果你明明會開車 但是呢 很會開啦 你很會開喔 你跟GT的那個超級賽車手啊 或是F1的那個賽車手的名字 你都講得出來 但是不要 這些地方呢 你就說 那我今天真的很晚回去耶 沒有車子怎麼辦 那給他一個贊你的機會 可是這感覺是他主動嘛 但是你不是主動 跟他說 請你載我 而是你有點示弱的感覺 那他這時候那個男子氣概一起來 就是英雄的那種心態會出現 對 尤其如果他對你有一點點意思的話 他是在前端的部分 非常願意奉獻犧牲服務的人 那女生的話 也會有這種母性光輝出來嗎 呃 摩羯座的女生的話呢 又會再稍微往後退一點點 那怎麼辦啊 如果喜歡摩羯座的女生的話 該如何示好 喜歡摩羯座的女生的這個攻略是 你要讓他看得出來 你是一個很有用的男人 嗯哼 但是這個很有用的 不是說 哦 我告訴你啦 我的老家有三塊錢 哈哈哈哈 感覺不錯啊 其實有一般 有一些經歷的人 應該覺得這就不錯 不錯 如果你有這種這個特質的話 你可以寄信給我 哈哈哈哈 寄地氣給你比較好嗎 其實摩羯座的女生 很多會被那種 具有學識的男生所吸引 老師 老師 教授 對 醫生 學者 對 所以你又要有一點點 萬事通的那種味道 但不是在秀自己的才學 哦 只是不小心展露出來 對 他比如說他提到一個問題 你就可以把旁邊的事情講出來 他你只有講到馬英九而已 你就可以把他的從政經歷講完 什麼在香港出生 哈哈 之類的 爸爸是誰 他媽媽是誰 然後怎麼樣 然後就哇 這個男人真的好像很厲害的感覺 很了解一切事情 對 所以就感覺好像要把他當成神這樣子 就是他喜歡一種比他優越的 但是是學識上面的有知性的那種感覺 而且沒有壓迫感是自然的 是 這樣子聽起來好像大家對摩羯座的男生跟女生怎麼攻略就有一點點初步的認識了 是 可是你覺得他們是很難搞的嗎 我覺得多數人遇到基本功啊 像摩羯座也是啊 會覺得很難搞 因為第一個 尤其是摩羯座 第一個他自己的想法 他不太會講出來的人 所以他一定不會講 通常不會講 怎麼讓他說啊 這樣很難搞 你可以去請男性的朋友把男性灌醉 或是請 如果你是要追女生 你就可以請他女生的朋友去問他的真心話 因為他們是防沛心非常強的人 除非對他很熟的人 才能夠聽到他真正的心底話 其實搞不好很熟的人都不見得聽得到 那這樣子的話 好像說除了在身體上面要比較接近一點點 然後要多關心 而且要博學多聞之外 是不是送點禮物的話 可以讓這個速度進得更快呢 喔送點禮物的話呢 收人的手短嘛 送禮不可缺啊 對摩羯座倒是不一定喔 真的喔 對 而且通常摩羯座的那個興趣非常的特別 而且每一個人的興趣不是每一個摩羯座都一樣 你像送齊琴 就可能要跟密宗有關的東西 然後送周杰倫可能就要跟樂器有關的東西 所以他們的獨特的興趣其實還蠻特別的 就是說摩羯座都很喜歡獨特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可以知道他的獨特的興趣是什麼 然後送他稍微專精一點的 比方說他喜歡彈吉他 你不要去買一支兩千五百塊的木吉他 你要買他那種什麼限量訂製的這一類的 那錢也要砸下去耶 便宜一點的也可以 你就買什麼手工特製的吉他造型的首飾啊 這一種他就會覺得 哇你就知道他的象徵的物品是什麼 那如果說沒有那麼多錢做一個愛心的午餐呢 愛心的午餐可能吃完了就忘了吧 而且 也是 對我覺得吃這種口味的東西不要隨便亂送 因為這種口味的東西對任何星座來講 都各有 而且送便他感覺有壓迫感對不對 有壓迫感 那我要 而且我要回什麼 那做餅乾呢 我很怕餅乾 那我做巧克力呢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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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掉 以後我是蛋糕的 露掉了 對摩羯座絕對不能用那種 一般對其他人也可以用的手段 哦 所以摩羯座就是真的是比較特別 而且真的比較難 你要真的都想不到你就是送他獨一無二的東西 那個朝向知性器之類 即使他從來不看什麼哈利波特 我打比方說 可是你送他一個金裝版的哈利波特 重點不是你送了什麼 重點他會對你這個人 在選東西的這個特質另眼相看 哦 他會用你送的東西 來評量你是什麼樣的人 哦 所以你送出的東西就代表你自己 對 你要送名牌幫他覺得 你一定是個奢華的人 雖然我也是照樣收啦 哈哈 雖然摩羯座照樣可能也會收啦 其實是窮苦的不得 但是你花了那麼多錢 不一定能夠達到你要的效果 搞不好還會扣分 所以獨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營造自己 或是送給對方的東西 讓對方感受 獨特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們本來就覺得自己是很特別的人啦 所以如果你要送他的東西是獨特 他才會覺得說 啊 你看這個人多了解我 我們一定是上輩子就有緣分啦 才會激發出這種 我們前輩子就有緣分的想法 可是這樣說起來 摩羯座的人好像有點冷冷 有點難搞 但是很多人就是很喜歡摩羯座的男生跟女生 那他有沒有跟什麼樣的星座你覺得是特別搭配的 摩羯座特別搭配的 應該要講說如果生活上搭配的話 也許像處女座這樣的 因為處女座或是雙子座 通常都會給別人很知性的感覺 但是事實上能不能生活相處在一起是另外一回事 會讓他感到快樂的是母娘座 因為其實摩羯座內心有非常多熱情 我說他裡面是火在燒 外面是冰在封住的感覺 所以其實他很希望有一個人把他那一塊帶出來 所以其實你那個路程要花了有一點久就是了 他會接受你的引領 但是不會這麼快 沒有辦法那麼快把冰融化就對了 對對對 將冰上拼開啊 要有一點時間 但是其實基本上他是喜歡這種感覺 可是有些人可能在前面就覺得被他打槍了 其實他只是要耍褲啊 就說不要那麼三八好不好 事實上他內心是雀躍的 但是其實你可能從他的表現或是行為上看不出來 如果說你覺得吃一點小釘子的話 不要退縮 或是裝笨啊 裝笨應該怎麼做呢 裝笨就蛤 三八喔 然後我第一次聽到這樣子耶 哇你這次表現就真的很三八 對啊 好嘛那你不喜歡三八啊 那你覺得我要做什麼路線 欸這樣不行啊 不要問的那麼清楚 因為其實摩羯座前面還蠻喜歡 給人家搞一種曖昧的感覺 所以摩羯座很愛曖昧喔 基本功的人都很愛曖昧 巨蟹天品牡羊摩羯都是曖昧高手 我覺得講到了曖昧 我們聽眾朋友聽到就一頭霧水 因為曖昧讓人受盡委屈啊 是是是 曖昧的話 因為曖昧的時候感覺最舒服嘛 我就講說因為他們不喜歡 就是第一個他們不喜歡別人主動出擊 所以即使你要追求 他也不喜歡一種壓迫性的感覺 他還是希望即使是女生的摩羯座 他還是希望是我做這個決定 而不是因為你追求我 所以我才要跟你在一起 可是曖昧是沒有負擔 因為我們沒有名分在啊 但是我為什麼說要用欲擒故縱 在曖昧的過程當中 比方說前面很熱絡 突然消失個兩三天 他就會開始自己那個瓦斯棒 對不對 點起來的感覺 會變得他變得熱情 那這時候你就稍微回復大概三分的溫度 你也不要一下火力全開 他又會往回退 就是要小火慢熬啦 小火慢蹲 所以要有耐心啦 聽起來感覺好像摩羯座這樣聽一聽就知道 怎麼樣把它攻略起來囉 而且呢 其實每次維珍在講星座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了解 他會告訴你 大概你認識一個月 一個禮拜 或是半年 如果他們繼續追求的話 如果說我認識摩羯座 然後追求了大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還沒有結果 你覺得要繼續還是放棄呢 我看過人家跟摩羯座搞曖昧 搞了一年兩年才在一起的也有耶 因為他真的需要考慮的期間很長 而且通常摩羯座 不管男生女生 他考慮的不只是跟你在一起好不好的問題 他會考慮到他很多周邊的事情 比如說你會不會 容易跟他的朋友家人相處啦 你會不會影響到他的工作啦 那到這一些他都覺得OK的時候 他才可能跟你有一個正式的名分在 不然他可能跟很多人都曖昧 但是應該會有特別喜歡哪個人 但是他不一定會給某個人特別的名分這樣子 所以一兩個禮拜還算太快 太快了 半年勒半年勒 那種燒火的方式 不要拿來看摩羯座 如果他很快的話 我必須這樣講 多數啦 多數摩羯座如果很快的話 通常不是 可能很快燒完 會嗎 他們可能不是抱著要長期交往的心情 就是可能他那段時間特別無聊 特別孤單啦 或是說很久沒有體驗談戀愛的感覺 這樣子 所以摩羯座就是一個慢熟 小火慢熬就對了 小火慢熬 你如果要他交出真心的話 如果你要跟他 熬出那個最精華的部分 對 如果是一夜的話就不一樣了 一夜的話他們也可以接受 喔真的嗎 一夜他們可以接受 摩羯座可以喔 摩羯座就按著來的心臟 哈哈哈哈 難怪面對狗仔都這麼低調 只要不要被發現一夜的話是沒問題的 哈哈 是這樣子喔 如果你只是要玩玩的話 那那這種方式倒是 所以摩羯座也敢玩 敢玩啊 是喔 敢玩啊 那摩羯座跟什麼星座好像沒有那麼搭 你必須要再加把勁 才能把到摩羯座的 摩羯座跟什麼星座沒有這麼搭 摩羯座可能跟 這個很難講 因為其實真的 要看他那個當時的狀況是在什麼 然後在他失落的時候 他就也許很適合跟 很喜歡犧牲的雙魚座在一起 但是當他成功的時候呢 他就會覺得雙魚座太黏了 所以那個要看摩羯座當下在什麼處境 那這樣摩羯座感覺都只想到自己耶 只想演一顆拒絕融化的冰啊 但是 摩羯座的會覺得說 我寧願給你打槍 我寧願想到我自己 那也比我裝出一副好像 很為大家設想啊 那種感覺 其實假的部分 他們反而不喜歡 其實小光君為真 每次跟大家討論星座 除了想讓大家 就是在星座啊 或者是愛情上面 有一些想法之外 也想給大家一些意見 畢竟我們比大家大一兩歲 大概二二二三左右 哦哈哈哈 大二二二三歲嗎 大二二二三歲嗎 不要太過分了 只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就是說 你看像現在有些聽眾都覺得 你說摩羯座慢熱 那這樣我追求他已經半年了 到底再花下去半年 再花下去一年 到底會不會有好的結果呢 還是說一直在這種曖昧的氛圍當中 他如果真的喜歡 是不是早應該接受我了呢 到底怎麼判斷 他到底喜不喜歡我們 如果專門要判斷他喜不喜歡 你就有三個方法 三個方法請大家拿筆記下來 第一個我說他是觀察型的嘛 是 所以你可以嘗試著 如果在很多人裡面 他跟你約見面的時候 但是他一眼就可以發現到你的行蹤的 那種狀況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比方說你們約在電影院見面 沒錯 明明人很多啊 是 可是那你可能 就是稍微觀察他 如果在對面馬路 可是一走過來就是你的方向 基本上就是沒有東張希望在找人那種狀況 就是表示說其實他對你應該是有意思 誰會東張希望啊 不是約去看電影 除非他的度數是超過一千多度的人 這個也是基本有一種直覺啊 就是他對他喜歡的人 他是可以從很多人當中一眼就發現到那個人 哇好酷哦 所以他不需要花很多時間去找那個人 然後一直觀察那個人 你會發現他的眼光 可能會偶爾停在你身上這樣子 整那種狀態是非常有可能 因為基本功的都喜歡眼神接觸的方式 嗯嗯 然後第二個是 其實多數基本功的私底下 都會去搜尋別人的資料啦 哦很愛做功課 對 所以如果你發現有些事情 你並沒有跟他說過 嗯 但是呢他怎麼會知道你這些事情呢 嗯 這個我覺得就大概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他對你絕對是有意思的狀態 可是有意思的話 拖這麼久的原因就是像你剛剛說的 他有很多的考量 嗯 可是這些考量他沒有完全的排除就對了 是 所以你必須自己發覺 然後自己把它排除 自己把它排除 嗯 然後再繼續的小火慢熬 對 把這個拒絕融化冰融化 對 然後如果真的是像剛剛小光所形容的到 半年左右的狀態 我覺得已經可以稍微旁敲側擊了 嗯 那那種 也不是旁敲側擊 如果你已經可以詢問了 那那種詢問的方式不是說 你要不要跟我們在一起嗎 你要不要跟我們在一起 要還不要 對 right now 因為他們喜歡自己是一種聰明理智的感覺 你就用那種談判的方式 大概去跟他聊一下 談判聽起來好像很嚴肅哦 對 但是你可以約在氣氛輕鬆的地方談判 不要在你們公司的會議室 你可以約到一個餐館啊 烤肉店什麼 但是說 嗯 其實我們這個期間大概也是 好像互相有好感一段時間了 那我沒有比你的意思只是 如果有可能的話 那你覺得我們有可能交往嗎 嗯 對 類似這樣子比較理智的一種談話的方式 那你覺得這個時候 摩羯座就會告訴你他內心的想法了嗎 對 他會告訴你 通常會告訴你 那如果 如果他很婉轉的沒有告訴你一個明確的答案 那答案是不是就是不 通常就是不 哦 是哦 通常就是不 所以你覺得說 如果說跟摩羯座的約會或曖昧 半年到一年其實算是正常 可是到了半年一年 你可以試著去了解真正的答案 嗯 如果還是那麼不清楚的話 那可能 要換下一個對象會 比較不會浪費自己的時間 也許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對啊 又不只摩羯座的男生女生好 還有很多其他的星座啊 而且摩羯座的通常如果要回捲你會提出兩種問題 嗯 就一個是說哦 可能因為工作啊 因為什麼關係這樣子 如果他是講那種很旁邊的東西的話 那通常就是他真的對你沒興趣 可是如果他告訴你說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的什麼狀況啊 然後我的情感上的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兩個相處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如果這個的話其實表示他有真心跟你交往 但是他覺得你們可能個性或生活方面 有一點可能不合的地方說他想要解決掉這一塊再來交往 嗯 我真的覺得來電星座教室真的很酷 而且現在真的是Season 2啊 久久不見又跟大家見面以後 真的廢話變超少的 都沒有宣傳小光在I晚睡 也就是中廣音樂網Iradio 每天晚上12點也就是一天的一開始啊 所以是禮拜二到禮拜六都有一個小時 大家要來FM96找小光哦 這只有五個字可以形容叫打蛇水棍上 不是四個字老王賣瓜 很多人喜歡摩羯座很多人點進來自己是摩羯座 所以我們告訴他 維珍對星座非常了解 所以維珍來告訴你 其實喜歡摩羯座的人 摩羯座最迷人的特質在哪裡呢 嗯 第一個如果從外型上來看 多半都是酷哥酷妹 真的齁 所以都很有性格的感覺 然後你就會覺得 尤其是很多女生就喜歡 說不出來那種很獨特的 然後有一種大男人的霸氣的那種感覺 對就什麼事我都可以一手扛起來這樣子 而且通常他們也真的會扛啦 嗯 對啊 感覺還蠻酷的 那請問摩羯座你覺得 大家覺得他 他的小小的弱點或缺點在哪邊呢 就是第一個太實際啦 摩羯座很實際 對 就是理性是他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 因為你有些東西可能要稍微柔軟一點 但是他有些 他很多東西處理都硬邦邦的感覺 就很多事情都是給你公事公辦的感覺 你看 什麼事都公事公辦 可是談到感情他又是這樣子 好像不是很清楚 走一種很曖昧的氛圍 讓人家真的搞不清楚 而且有時候自己會卡住啊 明明那種裡面的火燒的很旺啊 可是外面又表現不出來 然後回家自己在那邊咬枕頭啊 咬被子啊 所以我們現在來電20的聽眾 如果喜歡摩羯座的男生或女生啊 他真的聽了我們的建議啊 嘗試去追 結果成功了 你覺得他可以拿到的成功指數是幾分呢 他可以拿到他的那個把妹程度啊 或是吊凱子程度他拿到幾分 應該聽起來蠻難的喔 摩羯座真的蠻難的 會有點困難 應該可以拿個75分喔 可能要再扣個5分 七十分喔 七十分左右 所以摩羯座 如果你能夠練成功的話 很多星座其實都很OK 因為超過七十分難度的 已經不多了嘛 對啊 哈哈哈哈 我好像教 教我孩子那麼大小 他的難攻是在於 他就是堅持著 他那個酷的感覺 他那個個性化的感覺 所以把它記起來的話 大家就可以公武不克囉 對的喔 好久跟大家沒有見面 一聊就超過20分鐘了呢 希望每個禮拜二禮拜五 記得來網路上搜尋來電20 到來電20的官網 來看看我們 聽聽我們喔 那小光跟維珍跟你說聲 掰囉 掰掰 下次見